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行为却引起了白露的不满和失望 她在现场没有专心投入活动 频繁看手机 并在活动进行途中离场 给整个活动带来了困扰 也让白露倍感尴尬 作为一名备受瞩目的女星 白露一直秉持着为慈善事业 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的信念 她认为张大大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一个专业艺人的职业操守 因此 她选择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呼吁每个人都要以专业的态度对待工作 白露的微博在发布后 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支持她 认为作为一名知名女星 她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重视 也有一些人持有不同意见 认为白露可能有些过于小题大做 毕竟张大大也是一位知名艺人 或许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面对网友们的热议 白露选择站出来回应 她坦诚地表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观 如果一个人无法以专业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 那么她就不配得到尊重 她希望人们都能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 在看到白露的微博后 张大大也一时到自己行为的失当之处 她公开向白露和所有受到影响的嘉宾道歉 并承诺将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 避免再犯类似错误 这起事件在娱乐圈引发了对于艺人职业操守和态度问题的讨论 许多人认为 作为一名艺人 良好的形象和职业操守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如此才能赢得大众的信任和尊重 实际上 艺人也是普通人 他们也有情绪和苦衷 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 白露和张大大已经重归于好 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吸取教训 未来的工作中更加认真对待每一项任务 以免再次陷入类似的困境 这起事件也提醒着我们 在工作中要时刻保持良好的形象和态度 这是实现自我价值和赢得他人尊重的重要途径 白露与张大大的事件 引发了娱乐圈对艺人职业操守和态度的思考 每个人都应该以专业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 保持良好的形象和职业操守 这是实现成功的关键 希望这次事件能够成为娱乐圈的一个警示 促进整个行业更加健康和谐的发展 张大大携手白露关小彤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张大大作为娱乐圈知名的主持人 他拥有着许多圈内好友 当红艺人经常与张大大在线互动 这次张大大携手关小彤与白露为大家送上祝福 他的社交圈再次引起热议 在此前的很多场合 张大大都能够满足粉丝们的要求 邀请他们喜欢的明星与自己互动 张大大活跃于社交平台后 更是被网友称为娱乐圈的传话员 更有不嫌热闹的网友声称 张大大是他们在娱乐圈中的唯一人脉 虽然张大大的社交圈很广泛 但也会引起不少的质疑 比如某网友此前称张大大似乎只跟红的艺人做朋友 这个猜测最终也不了了之 事实上作为一个从自黑道转型的艺人 张大大成功为自己挽回了曾经跌至谷底的人缘与口碑 张大大携手白露语官小彤为大家送祝福 这次他又成为了粉丝们羡慕的对象 唯一的人脉果然不一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